哈喽,大家好,我是灯火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耶稣基督真的是在12月25日这一天降生的吗 众所周知,现在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就是圣诞节 这一天的日期就是12月25日 人们以为的就是他在纪念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 人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在12月25日这一天生的 这一天也是耶稣基督的生日 那么耶稣真的是在这一天降生的吗 到了这一天人们就会摆各种各样的圣诞树 圣诞礼物,圣诞歌,还有圣诞老人 那这一切和耶稣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正如你所猜测的那样 其实耶稣基督并不是在这一天降生的 我们有很多的证据都可以表明这一点 首先在圣经的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里面 清晰地记载了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些细节 还有一些历史事件 当时耶稣基督是在伯利恒这个小镇上降生的 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 当时路加描写到 在距离客栈不远的那个旷野里面 有很多牧羊人在放羊 他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着羹刺看守羊群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当时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地方 当天黑以后依然还有牧羊的人在旷野里面流连 甚至睡在那里 然后他们养的羊就跟他们一起在那里 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当时的气温是很暖和的 但是你知道吗 伯利恒这个地方 它处于北纬31度42分 东京的35度12分 而在12月25日的时候 正是冬天的时候 那么它的气温是非常寒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 这张表清晰地写到呢 在12月25日的时候 到一月之间 整个这几个月都是非常寒冷的时候 甚至呢气温会到零下的很多度 那么其实呢 按照历史的记载 人们通常会在这个时间呢 牧人会把自己的羊群 收在自己的家里关起来 直到第二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才重新会进行这种放羊的方式 就是放在旷野里 然后走得很远有的时候 就睡在了旷野 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天 根据这个事件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并不是在12月25日 也就是说不是在冬天 那么为什么 人们会流传 12月25日这一天 是耶稣基督的生日呢 而事实其实是这样的 早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几百年 就存在了 人们开始庆祝这一天了 人们已经开始拿12月25日这一天 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发现啊 就是越接近12月25日这一天的时候 似乎昼短夜长的现象就越明显 所以人们呢 当时就有些迷信 就会认为太阳是不是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然后人们就很担心 人们就开始祈祷啊 祭祀啊 然后祷告等等 然后他们发现在12月25日这一天以后 他们发现重新呢 开始夜晚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 然后白天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 然后他们就认为太阳重新回来了 然后他们就说12月25日这一天 是太阳新生的日子 然后人们就慢慢的开始庆祝 12月25日作为太阳的生日 那么在教皇获得权力之前呢 12月25日只是异教徒所庆祝的一个节日 并没有基督徒再把它当成一个节日 或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但是后来呢 罗马天主教就采纳了这一节日 然后他们将太阳的生日称之为圣子的生日 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将基督教和本地宗教 一个融合 促进自己国家的繁荣和和谐 那么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 吉尔波特·莫里博士 在《基督教历史新编》第三章 《宗教与哲学》原文的第73页到74页里面 他这样写道 他说 密拉特教即太阳教 普遍为人所接受 他使得基督教界以星期日 就是拜太阳神的日子代替了安息日 并将太阳神的生日 12月25日作为耶稣的生日 这就是圣诞节的由来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订阅按钮 订阅我们的频道 而且将这个号码页到最后 我们会一定有关注的 最后's的 Tina 为讯的辑代化 请 Janet 我愛演员 生活 所有艾伍 i 我想